第二题 下列化物中哪些属于无际化物 我们知道所谓的有际化物是指含碳的化物 但是有些化物虽然含有碳 但是呢 我们过去把它列在无际化物 所以我们维持传统 仍然把它当作无际化物 这里面有包括了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跟碳酸盐类 所以钾叫碳酸钠 是碳酸盐 所以钾应该是放在无际化物当中 乙呢是葡萄糖 可以看到它含有碳 所以它是有际化物 丙就是我刚刚讲过的一个例外 就是一氧化碳 所以呢这个也是属于无际化物 那么钾呢是畜酸 这个呢有碳 所以呢它也是所谓的有际化物 乌呢是乙醇 那也有碳 所以呢也是有际化物 所以我们这边被列在无际化物 就是我们的过去 虽然含有碳 但是这边把它当作无际化物的一氧化碳跟碳酸盐类 所以是钾跟饼 所以第二题问我们 哪些属于无际化物 我们答案呢选的是猪 钾饼 钾是碳酸钠 饼是一氧化碳 还有就我们都把它当作是无际化合物 这把这枚访问 感谢观看